一切从相信开始 你的人生没有相信 你的人生就没有开始 我们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事业 家庭 健康 不就在主持三个东西吗 经营 事业 在经营什么 在经营相信 经营 事业 就在经营三整个人的关系 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员工和顾客的关系 顾客和企业的关系 老板不相信员工 员工不相信顾客 顾客不相信企业 这个企业就完了 老板相信员工 员工相信顾客 顾客相信企业 这事就成了 所以经营 企业 就是在经营相信 经营家庭呢 还是在经营相信 夫妻之间叫 叫什么关系 两性关系 我们跟孩子之间 叫什么 亲子关系 老婆跟老妈之间 叫什么 婆媳关系 老公相信老婆 老婆相信老公 然后父母相信孩子 孩子相信父母 婆婆相信媳妇 媳妇相信婆婆 这事就成了 你家里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 其中那个信任被打破 当老婆天天偷发 看老婆手机的时候 你们的婚姻 就逐渐的裂痕 有没有信 所以经营家里 还是在经营相信 那经营健康呢 还是在经营相信啊 当医生告诉你 你得了癌症的时候 没有一个癌症患者 真的是癌细胞 扩充到全身上 西关衰竭死了 都是在得知 自己得了癌症以后 就把自己给 活跑吓死 那请问 癌症到底能不能痊愈呢 滴滴打车的 壮神 有亲 也就是有传心的女儿 就得了癌症 好了 当这个当年的 那个李开复 也得了癌症 也好了 我想告诉你 在座的各位 当你相信 你得了这个病会死 就会真的死 当你相信 你得了这个病 你会好 就会真的好 为什么 这就讲到了 一个宇宙真相 意识创造一切 我们整个宇宙 全是由你的意识创造 为什么今天 你会创造一个贫穷的人生 为什么今天 你会创造一个 充满了坎坷 充满了灾难的人生 因为你在小时候的时候 你的周边环境 全是负面 给你的潜意识 不断地输入 负面的信念系统 结果你真的相信 人生是坎坷的 你一旦相信 人生是坎坷的 你就真的会很坎坷 能听懂再说说了吗 意识创造一切 你相信未来 你会赚不到钱 你就真的会赚不到钱 你相信你未来 一定会成为有钱人 只要你百分之百相信 你就一定可以 创造这个产富的人生 就像周老师 当年我是个群光蛋 周老师15岁的时候 初中初学 进工厂 进工碧板地摊 在我人生落魄的时候 如是上家犬 但是就是因为 看了一本书 去罢罢罢了 我就莫名其妙的 百分之百相信了我的老师 我不得信心 我告诉我自己 他可以这件财物自由 我也可以这件财物自由 我坚信这本书 可以改造我的命令 我当时是发下洪略 如果这本书 可以帮助我改造命令 让我这件财物自由 我将成为财产的 终身推动者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 这件财物自由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来建议这套树立的所有财物 所以我放弃了 我们的行立产公司 金融行业 我们进入了交易财产行业 因为周老师告诉自己 赚财的行业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行业 比感觉你的命令 来的更加有价格 更加有费 所以意识创造一切 你相信你的婚姻会幸福 你就会真的找到一个 非常让你幸福的那一般 你相信婚姻是坎坷的 你真的就会吸引 或者说创造 一个让你经历坎坷的人 意识创造一切 意识创造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 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相信这个世界充满贫穷 你就会创造一个贫穷的世界 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财富 你就会创造一个财富的世界 相信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是骗子 都是坏人 你就出门于坏人 相信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就会出门于坏人 你听到我来说说什么吗 真的是这样 我想告诉你的是 有一个人 在你眼里是个坏人 他就真的变成一个坏人 杀害了 但是这个人就算在所有人眼睛里面是个坏人 但是依然在某些人眼睛里面 他就是个好人 也就是一个人 十个不色再坏 他都会对另外一个人 莫名其名的好 你们听到我在左手中吗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会在你面前 扁心得如现如此坏人 在某些人眼睛里面 他表现得如此好呢 很简单 意识创造一切 你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 你就认为这个人是坏人 你放心他一定会很坏 因为是你的意识创造他 能听到我在左手中吗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你个问题 周老师能不能帮我 当你对我怀疑的时候 我就肯定帮不上 当你百分之百相信我能的时候 我就一定能 在五年前 我有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医生 非常地义 在北京 他们家是实在在都是 冥冥冥冥冥冥 他到现在这个药店还在 在北京 他接了很多的这个病人 然后我亲眼见到 就是一个小女孩 得了还叫十二岁 父母哭地塔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就来到这个医广 然后就问这个大夫 说您能帮帮我孩子吗 老头已经扒过去了 说你相信我吗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特有感触 你信我能 你信我能 你信我们就能 你信不信 然后夫妻两个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头走吧 我很诧异啊 老头医者不是人心吗 敢连走呢 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 后来这两个人 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所以我告诉你 他家人不相信我 能治好这个孩子 我就算全力复治 我也不可能治得好 能听懂啊 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就真的是 就这句话真的得写上 你信我能 你不信 神仙来的方向 那不给你贴个人 有人说了 老师我真的信你 然后我就开始讲课了 讲到一个观点 跟他的内心的观点 是一致的 他就会贴个标签 信 讲到我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 就会贴个标签 而这条路不太信 写上一句话 信不信没有中间地带 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不信 信与不信没有中间地带 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信 如果你信 你给我四天的时间 我还你一个财数人数 不开玩笑 真不开玩笑 所以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 我发现 为什么有一些学生 跟我学完以后 真的飞话 为什么有些学生 跟我学完以后 还是那么的默默无闻 就是信和不信 在圣经里面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这个耶稣有一个弟子 叫皮特 这个皮特呢 这个耶稣是可以在 世界上行众 然后皮特有些就想了一下 我跟老师学这么久了 我都老师敌传敌子了 我也可以在水上行走啊 当然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 可是他真的在水上行走 结果他的师兄弟友人看见 就有一个人说 老师才能在水上行走 你怎么可能做到 结果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其中有一个念头 他的八万四千念 其中一个念 对呀 我能做到吗 他其中有一个脚程度 犹豫的那位小夏 突然一样掉水 这真是故事 信与不信 没有中间对待 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不信 当你百分之百 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说什么就不信 当你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什么就不信 有人说老师 但是我是处于第三种人 你说的好我就信 你说的不好我就不信 还不如第二种人 因为你什么都选了 你们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讲了一个观点 你的思维跟我的思维是一样的 可能这个点 你还需要跟我学吗 这跟我们是相通的 这个思维你不需要跟我学啊 但是我讲了一个点 你的思维跟我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其实恰恰这个点 你还跟我学 因为就是我们脑袋里 那些不一样的想法 造就了你的人生 我的人生如此天然之别 写上一句话 你所排斥的 就是你所需要的 今天你喜欢吃土豆丝 你不喜欢吃西兰花 你从小到大 天天吃土豆丝 就是不吃西兰花 其实你身上 土豆丝的能量也很过剩 你现在身上就缺西兰花 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大家 所以你们跟我学的 恰恰是我思维里面 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当年周老师 相信我的老师一样 去年 把我的老师从美国 请到中国来演讲 讲完课以后呢 有一个 我的一个好哥哥 跟我十多年好关系了 他就在后台 内容满面地找到我 他周生 十五年前我给你有解 我那个时候也看了 求罢富罢 为什么 他说我终于找到 我把罗伯的亲戚 求罢富罢那本书 只是当成了一本书 而你把它当成了 你的人生信仰 就那一秒钟 你知道吗 就我的灵魂一灿 我真的是灵魂一灿 我记得在 呃 邀请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晚上 蝴蝶盖地 才是罢了老师的 你还在相信 那个什么财商的 那个龙的经骑吗 啊 他鼓吹财富自由 他自己都破产了 哎 那个新闻 蝴蝶盖地啊 有无数 富罢罢的粉丝 从此以后 都不再将军书罢罢了 但是我坚信 我坚信 我老师绝对不能破产 我因为这个事 直接飞到美国 你们知道真相是什么吗 真相是 我的老师有几十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公司 跟别人打官司 别人使得手段 清晰输了 他要赔钱两千万 已经 而他整个公司的账户上 不到一百万美金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把这个公司司机的破产 结束了 他把这个公司司机的破产 用破产法 保护了自己说的资产 他不需要跟那方 赔一份钱 你们能听懂我在做什么吗 财商等其中一条就是法律 本来就比起来我赔的钱 我为什么要赔 公司破产 跟他个人破产是两回事 其中一家公司破产 这家公司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 他个人还有上 上几十亿的资产 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能听懂吗 我看完以后 我看完就太牛逼了 你怎么不财商最高就跌吗 最高就跌啊 然后我就觉得 拍案照顾 我说老师太牛逼了 我这财商 牛逼 更加信仰老师 你知道我讲这么多 是想跟这个表达什么吗 跟不相信的人 不要不要废话 没有意义 很多人比如说 销售的最高的一件事 要怎么样 要说服别人 说服利益 在我看来说服利益 是这个事情最准备的层次 说服他干啥 请问强手的瓜味钱吗 我从来不说服客户买我的东西 我只是吸引那些爱慰的人 诶 能不能听懂 影响利益 影响他 他影响自己相信的人 给我们结束了 说服他干啥